哈囉 各位好朋友 大家假日愉快 隔了一陣子沒有跟各位分享東西 那今天呢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鏡頭前面的這個果樹植栽的種子 前一陣子有跟各位分享過 它的果實影片 大家有注意看的話 應該都會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猜一下 好 不賣關子 這個就是木通國八月瓜 這是我們國成兄贈送給我的兩顆苗 是他從那個成樹底下的一個 根的部分長出來的一個苗 根苗 然後剪下來種子 然後送給我的 目前成果的還不錯 那時候他也拿了蠻多果實給我的 那有些果實呢 裡面因為有被果蠅釘咬過了 所以裡面有一些 那個什麼 那個果蠅的幼蟲 所以我們就沒有食用 也就是說我們就取他種子起來 那我發現 哇 取下來種子好多啊 很多 可是我不保證說他一定種的活 那我稍微上網去看一下 真的有人在賣這個種子 八月瓜或九月瓜 又叫木通果的一個種子 那查了一下 網路上有人在賣木通果的種子 八顆種子就要一百塊錢 哇 好貴啊 好貴啊 不便宜啊 你看這些 這些有多少種子啊 所以呢今天呢 我們就開放給 我們觀看我們 這個影片的一個 我們伊甸果子的一個觀眾 那讓你們來索取這個種子 那索取方法呢 你們可以到 不要在 不要在YouTube上面留 你們就直接到 我們臉書伊甸園的果子社團 裡面加入社團之後 那私訊管理員 那由管理員如果 有收到的話 就跟你講郵寄的地址 你們就將你們的回郵信封 這個應該貼個 回郵信封應該 貼個 應該不中啊應該 正常郵資 你們就上網去查一下 正常郵資 那個掛號信封 或者是 嗯 現實專送 現實專送的信封 看貼多少郵資 你們就自行貼 就不要問我要貼多少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沒有很多 就貼 郵資之後呢 寄到我回給你們訊息的地址 那住民宿要索取木通果的種子 那你們訊息我的時候 我會依照順序 那幫你們做一個 分配 那做個郵寄 那每個人現索取一份 那我一份他可能就放個十顆種子 好不好 一份我們放十顆種子 那不保證他一定會發芽 因為我這種 我也還沒種過啦 但是 因為太多了 我自己也種不了那麼多 而且呢 我已經有兩顆那個 兩顆這個根苗 在這邊呢 已經可以種了 所以我不需要那麼多 那 國成兄分享給我的 那我也藉著 他的 他分享的東西 然後把多餘的 種不了那麼多的 再分享給各位 再分享給各位 分享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但是呢 再麻煩各位 油脂自負 就是寄回油信封給我們 自己貼上 貼上那個油脂 那我們就幫你寄回去 看一下這個 有一些需要修剪的 木通果 網路上各位查一下 很多人可能會 沒聽過什麼叫木通果 你就上網去查一下 如果有興趣 想要試試看的 那你就可以索取喔 一個人獻索取一份 那 我再講一遍喔 索取的方法 就是到臉書的 伊丁人果子的社團 然後加入社團之後呢 以後有什麼問題呢 都可以在上面互相 互相研究啦 那把你懂的給我們 訊息給我們 我們知道也可以給你們 那跟管理員聯絡 那我們會把郵寄的地址告訴你們 那你們再將回油信封寄給我們 我們再回寄給你 一個信封裡面 我們要裝10顆種子 裝10顆種子 好 這就是木通果 木通果的種子 那兩顆根苗在這邊 那沒看過 沒看過果實的 你們也可以回到我們 之前的一個影片裡面 去看一下果實長什麼樣子 那當然也可以上網去搜尋 木通果 有很多相關的一個影片 大家都知道了 OK 那今天呢 假日的分享 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